每天五道题,第一题,look at 什么,看看他们。 本题考核借词的用法,at,这是个借词,借词后面有三宝,名词,代词,动名词。 当代词是人称代词时,我们要用宾格,那这三个单词当中,they,主格, their,形务代,them,是宾格,选择c。 第二题,their mother,什么,tired,too,他们的妈妈也很累。 本题考核必须词的用法,their mother,我们要看关键词是mother,是单数第三人称,我们的必须词单数要用is。 第三题,is it your daughter or son,这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的儿子? 像这样,一般疑问句加or加可选择部分,我们把它叫选择疑问句。 在回答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用yes or no来回答,必须从选择项当中选一个进行回答,或者两者都否定,根据实际情况来回答。 那我们在选项中看到b选项,符合要求。 第四题,miss lee is some teacher,she teaches english。 李小姐是我们的老师,她教我们英语。 我们要弄清三个问题,主格只能做主语放在动词前,宾格做编语放在动词后,形物带有名则行。 我们的老师这是名词,前面需要一个形物带,所以添over。 这里边的teach是一个动词,它后面可以接双编语。 teach somebody something。 所以这个位置需要人称代词时要选择宾格的人称代词,所以我们本题选择c。 第五题,the two boys什么from Shanghai? 那两个男孩来自上海。 本题考核主位一致,the two boys这是一个负数,所以后面也要接负数的位动词。 我们选择be from。